就是在彰化的平和三届有一名中医师 他中午的时候在自家发生了电梯夹头的意外 地点是五层楼的透天簇 外面中有电梯 而刚刚发生这个电梯夹住的这名中医师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是一度没有心跳 后来又救活了 现场的情况我们请记者徐一玲来告诉我们 一玲 好 主播的观众通过画面 您可以看到当时这一名56岁的卫姓中医师 被电梯夹到脖子之后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一开始送到医院的时候 这名中医师一度没有心跳 还好最后在医师的紧急救护之下 救回了一命 目前人是在家户病房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被自家的电梯夹到呢 我们来听一下邻居的说法 可能啦 可能是他现在糖尿病发作会晕倒 他有糖尿病 就血糖 血糖 身高的时候他刚好晕倒了 能晕倒了 根据了解这一名56岁的中医师呢 家里是五层楼的透天簇 那么里头还安装有电梯 疑似呢是因为这名中医师晕倒了 所以被电梯夹住了头部 还好呢最后是救回了一命 不过家属非常的低调 在事发过后 拉下铁门不做任何的回应 以上是来自现场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彭丽主播 我 我